哭哭哭 大家好,我是乔夫 这就是以前经常吃东西咬我手的那个狗 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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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,味道很多了吧 今天给他扎两个小便,辅助利尔 就是大家常做的把耳 正好有朋友问我这把耳怎么绑 然后加拿利的话,要好绑一些 过来 过来 他不像杜宾大丹那种大长耳朵 大长耳朵不好弄 本来呢,我是总而不给他把耳朵 但是他的心准这两天要不太大 当然尽可能让他心准少费点心 好吧 开始煲 先弄一个筷子 但是呢 一般都用一次性筷子用 然后当然尽量找不到的,用这种筷子 然后给他掐 十二三分钟吧 看 然后这个东西会放到耳朵里去 放到耳朵里的话 会比较坚硬 所以说咱们用卫生纸给他包一下 怎么样,包上以后 用点胶布缠上 好 一个就做好了 好 搞定 走 给他绑上啊 好 好 快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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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那小棍放在这里面,然后给它缠了,就可以了,来,过来, 过来,干什么,来了,来了, 尝上哦,尽量的柔软一点,插到耳朵里, 这小棍长了,然后沿着小棍,给它绑,给它缠上, 如果说外翻的话耳朵,咱们给它尝上就可以了, 如果内翻的话,需要给它往上揪一揪的耳朵,揪一揪, 然后在耳后眼的,不要缠薄的,缠厚的在一边,往薄的方向上缠,看啊, 给它整好,好搞,漂亮, 那小棍留长了,留着吧,到七零了,就像七零的鸡脚一样, 有种吗,很快就完了啊,好嘞, 那给它固定一下,记住,从比较厚的这一面,缠到薄的那一面去,然后在前面跨过去, 其实这个时候注意它们一定要没有伤口,有时候大家把耳朵绑得特别着急,伤口还没恢复好,就绑着它不听话,现在它也是不太听话啊,动, 好了,这一个就搞定了啊,留着太长了,说实话啊,往家那里一点都并不是特别专业,因为我没绑过啊,我的狗出来没绑过啊, 哎呀,等会,再来另一个啊,咱们比近一点看另一个,快,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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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, 很快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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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voit withdrawn主张이 being答え了我明白这些内容, 不会砸到薄hythm前的时候,再来买去桃子 走 just到了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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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怎么样 快点 像不像神速麒麟 正常情况加拿利卡 有很多朋友他不用那小棍 只是单纯把耳朵给他绑一绑在那里立起来 真是打绑棍 意思是为了云了要管 就是多少起那么一点作用 好吧 然后如果小棍掉了 就不再绑了 就不再绑小棍了 下一次直接绑耳朵 本来是直绑耳朵的话 像两个小便 如果他绑了这个东西 像不像两个鸡脚 成了神速麒麟了是吧 好了 来 自由活动 刚说完就掉了 这个狗 装了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他有中耳盐 所以说 他掉的也不稀奇 然后把他拿下来 也不能留在这一个吧 把这也拿下来 有中耳盐 然后 需要帮他处理一下 好了 干了 哎 来 来 给个摔下来 很好 来 给个摔下来 哎 很好 来 再看一看 过来喝盐 站过来 转过来喝个饮 来 这里 好 好 好了 这一视频到这 咱们现在再见 拜拜 等一下 好